母亲今年54岁,辽宁营口人,希望修六合径 一直寻找修行的同修和道场,为国 恳请法师指点,如法师知道何处有这样的修行道场,请明示 这个想修六合径不必去找道场 为什么呢?因为只要自己的内心里完全没有了对立,冲突,矛盾 你自己跟自己合了,那你所在之处 你就能跟任何人事物合合 所以这个修六合径啊,关键是自己修 如果说找一些同修跟我来修六合径 可能你一辈子都找不到 为什么呢?这叫心外修法了 啊,所以修六合径只要求自己跟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合 不要求别人跟我来合 有要求别人跟我合 有这个念头 你已经不合,你已经不合了 为什么呢?你有仁我的对立了 你有要求别人,控制别人的念头 那你怎么可能跟人合呢? 要放下这种念头 完全要求自己 即使外面的这些境界 再恶劣 啊 这个人事环境都是恶缘 啊,他来 批评我,毁谤我 陷害我 嗯 我也要跟他合 我把他做菩萨看待 做阿弥陀佛看待 他是不是阿弥陀佛呢? 只要你的心是阿弥陀佛 外面的境界 不就是阿弥陀佛吗? 嗯,那个恶人也是阿弥陀佛 没错 当你没有分别的时候 你一味啊 用礼敬诸佛这样的心态 去对待别人 哪里有恶人啊? 你还看到他是恶人 你的心就不合了 从这里啊 来修行 这叫禅宗里讲的 从根本修 根本是你的心底 那这样 必须要 深入经教 多听经文法 你越明白 越透彻 你才能够啊 把这个境界啊 转过来 转境界 无非就是转你的念头 你念头转过来了 境界就转了 你能够化怨为亲 化敌为友 化恶为善 化一切凡夫为佛菩萨 这是全是自己啊 心地的功夫 跟外面境界没有关系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明白这个道理 哪里不是道场啊 处处都是道场 都是你自己 修行的学处 所以我建议你每天 至少听经四个小时 不能低于四个小时 为什么呢 我们师父上人 就是每天讲四个小时啊 86岁的老人家 都能讲四个小时 您老人家还听着 听不到四个小时 太说不过去了吧 你能够这样来天天熏悉 你自自然然 智慧就能开 心地啊 就开明了 心量就扩大了 这个观照的功夫 就提升 当你遇到 不顺心的环境的时候 跟人不合的时候 你立刻能转过来 哎呀 我这念头不对 我怎么能看别人的过失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我怎么还看到他的过失 我就不是修道人了 这么念头一转过来 反省自己 忏悔自己 外面的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 都没有过失 过失全在自己 正如偶遇大师讲的 静远无好丑啊 好丑在于心